穿着运动服的男子踩着拖鞋 出现在医院后准间 拿着医师看病收据向民众要钱 锁定前方妇人一直拜托 妇人心软掏出一张百元钞 这还不够 男子继续下一个目标 被直接拒绝男子转身就离开 影片曝光民众PO文说 这一位就是来十次 遇到十一次的医院拜托哥 人真的很舒服 医院一个公共场所 一发现这个情形 我们就大概善尽提醒了责任 院方也很无奈 因为是公共场合 讨钱哥可以任意进出 因此只能公告提醒 只要遇到有拿身心障碍手册 诊断书和缴费收据 要求金钱协助 一定要通知院方人员 以免被诈骗 但是患者不舒服才会来看病 还要被讨钱哥一一拜托 实在很困扰 记者送费选定之会 高雄报道